不一样的 那个成佛的那个涅槃 是生死涅槃 都是空话 阿罗汉的这个 有余涅槃也好 要法电话经理就讲到这个化成 这个化成就是阿罗汉的涅槃 他用化成这个名字来带 所谓的化成就是幻化的成 中间休息的地方 你还没有到他最终的目的地 那中间有个化成 让阿罗汉在那里歇滑 因为他都发不起那么长远的心来 把一切众生都读成佛 这个不行 他不想修了 他就退掉了 所以佛就为了方便度化他们 就说哎呀 你们自己先了生死再说 弄个化成 弄个涅槃给你读一读 涅槃成嘛 也叫化成 让那些治疗汉们安居于家 所以这是佛的一种方便 但是这样会找弯路 因为一歇就歇八万几 人家早就成佛了 他还在那歇着 因为歇下来就不容易启动了 不是那么容易出来的 那个地方很舒服 安逸啊 又没有烦恼 又没有生死 他觉得很自在 他震到那个境界就很难出来 外道 那个到了无色界天 他的业力近了 他还是要出来 阿罗汉也是一样 到了一定的时候 他也不出来也得出来 他那个业 最后因缘成熟了 他的师兄弟全部都存到了 都成了师弟菩萨 他还在那个涅槃城里面待着 那他师兄弟就全部都有各种变化 各种力量 加持他 让他出来 所以说很多阿罗汉为什么出不来 他的师兄弟都还没成到 然后实际上全部都成了师弟菩萨了 那就看他这可怜 还在这里睡大觉 加持他了 因为大家都要成到 还欠他一个 一个都不能少 就把他递了出来 逼他修菩萨刀 不修也能修 你哪想在这里睡大觉呢 está 没错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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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